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除此之外,拍摄馆里还调出三个小滑轮 陆笑云看见笑了笑,拿起来简单组合了一下 把其中两个挂在三角架上做镜滑轮 另外一个做动画轮,组合一下 只需要七八十斤的钱块就能拉起两百多斤的两具尸体 密室遗尸案就这样解开了 消息迅速传遍所有亲历这起诡异杀人案的所有人的耳朵 尽管凶手还没有落网,结果一样鼓舞人心 很多人对这个化妆成夜魔的诡异凶手深感恐惧 重要还是因为他那超自然的作案手段 恐惧远于未知,越无法理解就越感到恐惧 陆笑云破解了密室,无疑让很多人知道 凶手并非想象中那么超能 他和大家一样只不过是更狡猾一些 现在他们至少有了可以与之匹敌的天才请叹 心里都有了底 最高兴的还说潘杰 排除了自己丈夫的嫌疑,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 虽然他对沈强已经没有了爱 但是要整天怀疑一个想杀自己的丈夫 还得强促笑脸,朝夕相伴 那简直比杀了他更恐怖 首应市被迫中断了一天之后 影片制片商与剧组以及影城方面协商 决定休整一天 与后天依旧在新华国际影城相同的演播大厅 相同的晚上七点举行 这个时间和地点选的让人觉得不激励 好像故意勾起大家对两天前那个诡计惨案的回忆似的 紧接着第二天 忽然有多家上海地方报纸和杂志 披露了在新华国际影城发生的这起密室杀人案 这些鱼记们不知从什么地方搞到了消息 对很多不外露的案发细节了如指掌 还故意强调凶手是以视线夜魔里的恶魔的形象 赶在首应市开始的时候出来杀人 甚至暗示这起杀人案 可能和这部即将上映的恐怖片有关 结果这部低成本的恐怖片还未等上映 一下就火了 迅速成为网络关注的头条 无数网民在贴吧微博里热烈讨论 这些诡异的杀人案与恐怖片 视线夜魔之间的联系 案子越传越离奇 影片也越传越灵异 有人宣称影片是由真实事件改编 还有人说剧组在实地取景拍摄时 在古宅子里沾上不干净的东西 最荒诞的是还有不少民间高手 用重邪 古曼童 恶罩等等巫术的角度来分析这件杀人案 有人在论坛里杀有其事的预言 如果这部影片不停播 夜魔还会出现 还劝告大家不要去看这部电影 但事实上 适得其反 电影还未正式上映 已经有许多人开始在网上打听预定了 你看看张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和我老婆都上头条了 沈强怒冲冲地拿着一份娱乐杂志 给张子强看 你看看这上面下来都是什么东西啊 说什么我傻乎乎地中邪了 沾了埋太东西 还我老婆倒霉 我们好端端的 是中什么邪呀 真是胡扯八扯 潘姐也是很气愤 我觉得这个消息 肯定是咱们内部人传出去的 要不然不可能知道的那么详细 到底是谁干的 太缺德了 怎么把我都写进去了 张子强正在和制片方的经理 董文山一起喝茶聊天 他的神情有点讳莫如深 瞅了瞅董文山 董文山打着哈哈就说 放心吧强子 这件事情我会帮你查查 看看是谁把消息露出去的 也说不定是公安局呢 不过呢 你要从另外一方面看 现在网友吵得这么热 咱们这部片子肯定能大火呀 咱们都跟着沾光也算是因祸得福 至于那些人的议论 就让他们议论去 有的艺人为了引人注目 还不惜吵绯闻呢 这些都太正常不过了 我跟他们可不一样 我沈强告诉自己本事纸饭 用不着吵什么绯闻 是不是 沈强理直气壮地说 还回头瞅瞅潘杰 像是要得到自己老婆的支持 潘杰表情有点尴尬 连连点头 说 是 是啊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董文山皮笑肉不笑 意味深长地说 本事固然重要 关键靠的还是机遇 运气来了 有时候挡都挡不住 但大部分人 可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所以没有机遇 也要想办法创造机遇 你说是不是啊 小唐 唐经飞笑道 是啊 是啊 董经理是明白人 我们墙子 将来还要多跟你们公司合作呢 那明儿啊 有机会给我安排个角色 我也跑跑龙套 之后又闲聊了两句 唐经飞找个理由 便把沈强和潘杰给拉走了 这家伙说话阴阳怪气的 我就白听 沈强还有点愤愤不平 怎么听着好像是说我靠运气 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如果我不努力 能有今天吗 大飞 你怎么还帮着外人说话呀 我那是帮你好不好啊 你没听出来他话里有话吗 话里有话 有什么话呀 这个消息就是他董文山散布出去的 你跟他们抱怨那些话 不都是在埋态他们 他当然不愿意听了 还不拿话挤推你 沈强琢磨琢磨 一下就想明白了 怒了 我就说 谁在那吓唬着 原来是他呀 他到底想干什么 就为了让大家注意我们的电影 就到处造谣 让我老婆胡乱编故事 不行 我还是得找他说道说道 行了吧 枪子 唐经飞拦住他 你这皮下真得挨改 现在的社会不都是唯利是图 影片火了 对你也要有好处啊 何必在乎那点传言呢 身枪把矛头 又对准唐经飞 你怎么也是这个态度啊 你也变了大飞 越来越势力了 唐经飞撇撇嘴角 没说什么 潘杰劝沈强说 大飞也是为你好嘛 刚才要不是把你拉出来 你忙忙撞撞的 真跟董经理闹翻了 那就不好收场了 不是吗 你们都站在一头的 跟你们没得说 沈强气还没消 摆摆手 自己走了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